高过人的一年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 一起来学习 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明白 遵行神的引领和神的旨意 我们上一次说过 在我们基督徒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中 神其实很多的时候 祂是会直接插手来干预 我们一生所要行走的道路 神来干预我们一生的道路中间 祂第一个 祂主要是用两种方法来干预 来插手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旅程中 第一个祂是借着环境 神的眷顾 神的providence 第二个呢 神可能是用神迹式的 热线式的方式 直接的来引导我们 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和道路 那么在第一个神的providence这里面 神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借着环境 或者关门 或者开门 来引导祂的儿女 那我们上一次谈到 很多的时候 神在我们生命中 祂会关门 我们辛辛苦苦预备好的 我们辛辛苦苦计划好的一些东西 常常我们会发现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的时候 我们弄好的事情 一刹那之间 神就把我们的计划完全改变了 环境上随便动一下 我们的门就被关掉了 但是弟兄姊妹 感谢神 神不只是关门的神 神也是开门的神 在神开门这件事情上 在圣经里面 最能够让我们得到认识和教导的 那就是在圣经里面 有两卷书 这两卷书 它的书名 都是用女人的名字做书名 那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讲到女人的时候 他所着重的 不是客观的真理 他所着重的 乃是我们主观上的经历 那在我们基督徒主观的经历里面 神用了两卷书来教导我们 很多非常宝贵的功课 那一卷书呢 就是路德记 另外一卷呢 就是以斯帖记 那路德记所讲的呢 是关于一个外邦的女子 而以斯帖记呢 是讲一位犹太的女子 路德记所讲的是外邦的女子 在神的子民中间的生活 而以斯帖记所讲的 是一个犹太的女子 在外邦的生活 这是两卷非常奇妙的书 在路德记里面 全本书里面 没有用到爱这个字 但是每一个读路德记的人 都应该看见 那是何等美丽爱情的故事 在以斯帖记里面 全本书没有用神这个字 但是每一个读以斯帖书的人 都知道 在以斯帖记里面 实在是神自己的手 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工作 而这两卷书都让我们看到 在一个神的选民的生命中 神是怎么样用着环境 给他们开门 神怎么样来掌管他们生命中 所遇到的各样的人事物 神怎么样自己 在那里借着这样的环境 要成全神自己的旨意 神的子民 只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 我们看路德 路德记第二章三节那里说 路德就去了 来到田间 在收割人的身后 拾取脉税 他恰巧到了 弟兄姊妹 这个恰巧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路德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波阿斯的天 但是在神奇妙的主宰里面 神借着环境 就把路德带到波阿斯的生命中 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 波阿斯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 恰巧 波阿斯所说的那个字清 就从那里经过 弟兄姊妹 这个恰巧也不是恰巧 这一个恰巧 也是显明了我们的神 他暗中在那里调兵遣将 让神的子民的生活 能够行在他的旨意中间 我们如果读以诗贴记 第六章第一节那里 也很有意思 那里说到 那夜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取历史来 念给他听 那我相信弟兄姊妹 你如果熟悉圣经 你就知道 如果王那天没有念这段圣经 那么莫迪凯 他的命运就很凄惨了 但是就是这样奇妙的安排 神就感动那个王 就要在那天晚上睡不着觉 要在那天晚上念历史书 那么多的历史书里面 念来念去 就偏偏念到莫迪凯这一段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其实神借着环境 有很多的主宰的权柄 神在那里安排 神在那里眷顾 如果弟兄姊妹 仔细读圣经 你会发现 无论是路德 无论是波拉斯 无论是莫迪凯 他们都没有在那里 祷告寻求等候神的旨意 他们就是凭着信心 活在神的面前 他们就真的相信 这一位神 是掌管宇宙的神 是有主权的神 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第二十九节说 两个麻雀 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很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 一个神的儿女 今天活在地上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 为着明天忧虑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 担心害怕 我们要做什么决定 因为我们的神 他早就在背后 替我们有了非常奇妙的安排 如果我们读以福所书第一章 从第四节开始读到第十四节 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 并且要把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丰富 一切的恩典都赏给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 我们是蒙拣选的主类 我们是神所保爱的孩子 弟兄姊妹 别忘记了 神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什么好 神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 让他非常的impress 让他们觉得 这个人实在了不起 这个人真是好 弟兄姊妹不是的 神拣选我们 乃是盼望使用我们 向这个世界做见证 神拣选我们 是要让我们 impress this world 让这个世界看到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 卑贱的人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 平凡的人 神能够使用我们 在这个世界 给人们带来多少的 恩典跟祝福 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 除非我们清楚的 在凡事上认定主 认定神 并且我们认定 只有神 单单只有神 祂是完全的在掌控一切 弟兄姊妹 除非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否则在我们人生 许多的道路中 许多的计划里面 我们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我们会认为 我们自己 非常的重要 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不过是被神拣选 蒙恩的儿女而已 我们实在不需要担心 我们的人生 是在主的手上 今天一个神的儿女 在环境中 你我都活在 时间和空间的里面 对着神这个providence 对着神这样子的主权 对着神为什么 让我们经历不同的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答案 我们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许多的时候 我们像约瑟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他行善 反而一次比一次更倒霉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像约伯这样子好的人 他是完全正直 远离恶事的人 他是敬畏神的人 这么好的一个人 却要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 我们都不知道 弟兄姊妹 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 当我们 与我们的主 在荣耀里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 神安排了不同的人事物 在我们的生命中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熬练我们 对付我们 甚至于破碎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一件事 基督徒在地上 面对人生 许许多多 神所安排的事情 不见得 每一个 在今生中 都是喜剧收藏的 今天有一些 错误的教导 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 以为一个人 只要有信心 以为一个人 只要爱主 以为一个人 只要属灵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弟兄姊妹 没有这个事情的 一个人 无论是多属灵 一个人 无论是多爱主 一个人 无论是多有信心 都不保证 他在地上 身体一定健康 都不保证 他在地上 满有财富 更不会保证 他在地上 儿女一定都成器 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 在真言里面 三十章 雅古尔的祷告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 他在第七节说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是虚假和谎言 也离我 使我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 不认得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 就偷窃 以致亵渎了 我神的名 哎呀 弟兄姊妹 这一个人的祷告 实在是 大有智慧的祷告 这一个人知道 一个人活在地上 如果他能够远离虚假 跟谎言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 人能够坦坦荡荡 层层实实地活在 人的面前 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一个人真正蒙神祝福 是不贫穷 也不富足 这样的人 有福气 其实弟兄姊妹 让我们想一想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八章二十节说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主耶稣在地上贫穷 到一个地步 当圣殿的殿义 要向他来收丁税的时候 他连那一块钱都没有 还要叫彼得去钓鱼 所以弟兄姊妹 谁说一个人属灵 谁说一个人有信心 一生在地上 就是风风复复的呢 不见得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的中间说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三次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见了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水上 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很清楚的 在那里告诉我们 一个人 无论他有多属灵 一个人 无论他有多少的信心 神从来没有允许 我们在地上 就凡事平安 凡事顺利 但是弟兄姊妹 神确实允许一件事 那就是神的儿女 今天活在地上 如果敬畏神 如果愿意听神的话 如果愿意顺服神的话 神必定在凡事上 要引领我们 他必定在凡事上 要与我们同行 他必定在凡事上 要借着不同的人事物 在我们的身上 他要做成他奇妙的工作 他要让他的旨意 可以成全 在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身上 一个基督徒 不是要去寻求主的旨意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 相信我们的神 祂是信实可靠的主 祂如果说麻雀 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 祂说我们比麻雀还贵重 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比麻雀还贵重 祂既然会照顾麻雀 祂就会照顾我们 神既然答应了我们 在圣经中这么多 丰丰富富的应许 告诉我们 神会在不同的环境中 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神会在各样的事上 显明祂的同在 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 我们就是每一天 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 不要让这个神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中变成了一个重担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讲 一人必因信而活 The righteousness shall live by faith 弟兄姊妹 神没有教我们 有多大的本领 多属灵 可以知道明天的事情 神没有给我们多少的应许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奥秘的事 弟兄姊妹没有 但是神向我们保证一件事情 神保证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如果我们爱主 如果我们敬畏神 如果我们肯顺服祂 如果我们肯谦卑 神就要让世上一切的事情 都受祂的管制 神要让所有的人事物 都为祂效力 好让神 借着这些环境 在我们的生命中 改变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全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 真是把我们要做成 神儿子的样子 神借着环境 带领我们 祂可以开门 祂也可以关门 那弟兄姊妹 有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当我们在环境中 遇到了一些环境的时候 我们碰见了神 这样子的带领 我们要很小心 就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环境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是神 要这样带领我们 那我们必须还要把这个环境的带领 重新的带回到圣经的光中 再去看看 这个环境 是不是主所喜悦的 是不是主所愿意赐福给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有的时候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所预觉的一些环境 其实不见得是主的带领 他有的时候可能是神借着这样的环境 要考验我们 要看看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间 我们的反应是如何 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间 我们是要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呢 还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像世界的人的样子 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经历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买东西 那么买了东西以后呢 那东西很便宜 我给了他一百块钱 结果他找了我九百块钱 为什么他会找我九百块钱呢 他以为我给他是一千块 我当时也没有注意看 他们拿了钱我就走了 等到我走到那个店的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怎么回事 我给一百块 人家找我九百块 这不对啊 我想起来了 这个时候在我里面就有两个声音 有一个声音说 感谢主啦 神知道你没有钱嘛 所以给你一百块 要让人家找你九百块 但是当我停下来 我就问神说 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教训呢 对着这样的事 神的原则是什么呢 当我一停下来 想到圣经的原则的时候 很清楚 我们不能够占人家的便宜 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 当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圣经的原则的时候 说不可以贪心 所以我就很为难了 我说这个时候我回去找那个小姐 告诉她说 小姐你错了 你多找我九百块 九百多 不是九百刚好 很可能会给这个小姐 有来很大的麻烦 可是当我真的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就明白 原来这件事情 虽然在环境里面看 好像是神的眷顾 其实是神在考验我 为什么神要考验我呢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占便宜 所以神就利用这件事情来提醒我 看看我现在还是不是像以前一样 那么爱占便宜 所以当我清楚的时候 我就乖乖的回去 就把钱还给人家 那个小姐还不认账 那个小姐跟我说 没有啊 我没有多找给你啊 我没有错啊 我要把收据拿出来 她说那个钱是你的钱 那不是我的钱 我没有找你 但是我还是很坚持的把钱还给她 在圣经里面 撒末尔记上第24章 以及撒末尔记下第26章 都有一个很奇妙的记载 弟兄姊妹 那里就记载的大卫王 他两次有机会 神在环境中把追杀他的扫罗王 交在他的手中 但是大卫他不敢得罪神 大卫知道神的心意 大卫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大卫知道他绝对不敢下手伤害神的受告者 所以 虽然在环境上看起来 好像大卫是很可以理直气壮的 把这一位不讲理的 这一位要追杀他的 这一位他的仇敌 大卫可以有机会 把他杀掉 你知道大卫第一次有一点软弱 所以他把扫罗的一斤割了一块 可是后来神就责备他 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到第二次的时候 大卫受的试探更大 因为在那个试探的里面 旁边的人跟他说 这岂不是耶和华把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吗 弟兄姐妹 但是大卫第二次他学了功课 他深深的知道 虽然环境看起来 好像他可以很简单的 就脱离了人的痛苦 脱离了人给他的麻烦 虽然在环境里面看起来 他可以很容易的就解决了他的难处 可是他深深的知道 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 他就不敢这样做 他愿意顺服神 他愿意等候忍耐 让神在神的时间 神的方法来真正的祝福他 因着大卫这样子敬畏神 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真的在大卫的身上 成了他很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一方面是凭着信心 相信我们的主在环境中 会给我们各样的预备和带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谨慎 我们还是要把环境 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 环境上如果允许我们犯一些罪 我们就认为这是神的带领 要我们去犯罪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环境上 有一些机会 让我们可以去爱世界 我们就认为这是神的带领 要我们去爱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再重复一遍 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 我们要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 活在神旨意里面 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 要根据圣经的原则 我们还是要在祷告中 顺服圣灵的感动 我们还是要谦卑的寻找 属灵的长辈给我们的建议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头脑 仔细的来思想分析 只有这一些东西 才能保护我们 不会随便的做一个决定 是得罪神的 神就在环境中 可以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和带领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 我们今天成了你的孩子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你会在各样的环境上 插手来管我们的事 但愿主 你就借着各样的环境 祝福你的儿女 让你的儿女 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 请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身体殿 他必须在我们的城堂 他必将他必要教训我们 他必将他必要教训我们 咱们 朝护我们的世 但愿主 我们的心 他必将都必要教训我们 我难以让心各地的路 感谢观看